大家好,我是豬哥 歡迎來到今天新車試駕單元 熟悉的老朋友這對位 Mazuda CX-5 再度推出了2024年的全新進化版本 其中兼試駕之台143萬的 25T AWD GT Prime 車頭植布式的水箱護罩的改變 非常好看 車側測取車身銅色 以及前後保險桿都有銀色的飾板 不過我覺得20S的進化也很大 尤其是內裝的部分 很多過去沒有的東西都補回來了 以及10.25吋的中控數位多媒體 終於出現了 不過依舊是無法觸控 跟他的兄弟車CX-60是一樣的 不過很多車迷朋友覺得很好奇 Mazuda不是才剛推出CX-60嗎 原本以為CX-5是從此就沒有的 但錯了 原來在原廠車型編程裡面 CX-60跟CX-5 他們並不是誰改款誰的關係 而是一個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因為一台後驅取向 一台前驅取向 以及他們的動力編程完全不同 所以CX-5到現在 其實並不是完全落後給CX-60 反而是25T的渦輪增壓已經開起來非常過癮 而且它沒有CX-60 33T高稅金的問題 所以如果您面對CX-5以及CX-60 有選擇困難的話 今天我們選出兩台價格相仿的車子 來分享給您到底該選哪一台 今天這台是CX-5裡面的25T AWD GT Prime 售價是143萬 同樣價格在對上是CX-60裡面的25S AWD Exclusive 兩台都是四輪驅動版本 但是他們的動力就完全不同了 其中這台CX-5的25T 它是2500cc的渦輪增壓引擎 馬力230匹 扭力42.8公斤米 重彩油門下去 哇全增壓下去了 雖然說它車重高達1700公斤 你不能夠說它非常貼背 但是至少車子往前進的感覺 是CX-60那個2500cc自然進氣192P 以及26.6公斤米的扭力所比不及的 這個車的確利益到非常好 所以同樣價格帶 如果你想要有大馬力 CX-5的25T是個好選擇 至於油耗表現部分 自然進氣2500cc的CX-60 它的平均油耗是13.1公里 而至於這台25T最頂規的 AWD GT Prime 它1公升是平均可以跑出11.6公里 所以如果你在意油耗的話 2500cc的渦輪增壓的CX-5 當然是比2500cc自然進氣的CX-60 還要來得耗有一點點 不過它們兩台車稅金幾句都一樣 而且在台灣都相對比較弱勢一點 因為兩台車都是2500cc 所以一年都要付出牌照稅15210元 以及染料稅7200塊 如果因此去買這個CX-5裡面的20S的話 那個馬力又有點不太夠 所以真的是非常難以選擇 但豬哥我選擇的還是25T 因為重彩下去 渦輪增壓一來 感受還是不一樣的 至於為什麼說CX-5 它並不比CX-60差 我們舉幾個內裝的配備 比如說抬頭顯示器 CX-60裡面的25S是沒有的 但是這一台CX-5的25T 也有抬頭顯示器 至於智慧型頭燈ALH 在那個25S的CX-60裡面沒有 但是這一台最頂級的CX-5 它是有的 中央螢幕 這個大小就有差了 畢竟CX-60比較一個新世代 所以它裡面是12.3吋 但這台總算進化到了10.25吋 至少比過去大 但是兩台車在台灣同樣都沒有觸碰 至於360度的環境 兩台車都有 主備動安全兩台車都是大全配LV2半自動駕駛 所以舉凡是稅金一樣 動力握差比較大一點 配備有好有換有真有簡 但剛剛講這兩台車 CX-5跟CX-60 是對比價位帶相仿的等級 當然你非常在意配備以及動力的話 CX-60裡面還有更高階的33T可以選擇 不過16070萬的價格 其實也有一點點讓人家覺得說 哎呀是不是有點略高的 所以我覺得這台CX-5的25T還不錯 但是Mazda裡面呢 這台CX-5兩個底盤的東西 讓我覺得非常不 第一個就是它的GVC Plus 就是所謂的拘力感應的反應 它並不是完全強調操控性的感受 而是當你車子跑山路 方向盤一轉 它車子感覺到了拘力之後呢 它會透過快速的調整引擎動力輸出 以及快速的調整的底盤輪胎煞車 去減少你的平常開車 這樣整個人 哇這樣好像整個人要被甩出去的感覺 所以呢這台車很奇怪喔 它明明呢1700公斤以及呢 休旅車車都比較高 但是呢當你方向盤 左打右打的時候呢 它給你那種拘力的感受 人整個側起的感受其實很小 第二則是呢它的智慧四驅 它雖然不是呢 後面左右輪胎都會分配扭力 但是呢它至少呢 當你在行機濕滑路面的時候 或者是呢你當你這樣子出彎的時候呢 它會讓後輪的扭力稍微增加 要的就是呢穩定 而不是呢像那種 跑車一樣的快速出彎 這兩個部分在相對之下呢 電控底盤比較少的是 汽車裡面呢 馬自打還願意放上這樣的科技 我覺得 這台25T的AWGD Premium 143萬 光是這個底盤科技 就比它隔壁膨 讓國產車賣到快130的 來得有誠意許多了 所以呢今天到底是要選呢 CX60還是呢 CX5呢 我覺得如果珠珠哥的話呢 我依舊會買這個 已經外觀看起來稍微有一點點呢 這個審美疲勞的CX5 但是呢這個25T 我覺得這個動力 還是蠻深特我心的 其實呢 它有大全配的Level 2的半自動駕駛 當然車道至重 以全速域的ACC都有 但開來高速公路上面呢 體驗最盛的是呢 它的拘力導引技術 就是所謂的GVC 當你在上高速公路 紮道的時候呢 一個大迴旋的紮道 它真的能夠消除呢 車上包含的駕駛 以及包含的乘客 那個側向的拘力反應 真的是蠻厲害的 因為以日本車來講的 現在啊 在台灣上市的日系休旅車 有電控的並不多 但我覺得這個Mazda呢 它的GVC 並不是強調說呢 它到底操控性有多好 而是呢 當你呢 轉動方向盤的時候 在車子呢 感應到駕駛的時候呢 透過引擎動力呢 稍微減緩 以及呢 煞車的控制 讓你減緩 車上 那種人呢 對於側向駕駛 反應的不適感 這部分真的是還蠻貼心的 其實它這個主角呢 是最頂級的 25T AWD GT Premium的車型 它售價呢 是143萬 直舖式的網格水箱護照 這個比起過去呢 更加的有個性 而且看起來 跟過去呢 前一代的賓式AMG車型呢 水箱護照 蠻有異曲同工之妙的 也是19寸的 新芒分割式的 太銀色的旅圈 非常的好看 當然啊 之前呢 二三年式的改款 已經變成這個 全新的日行燈的式樣 但是ALH智慧型頭燈呢 可以根據不同的路況跟車速呢 自動的切換各種照明 模式也結合了防眩光 這個部分呢 在日系車裡面呢 則是比較少見的 不過可惜的是呢 今天這台車呢 並不是24年是新增的 流光金的車色 而是呢 新燦爛的烤漆 如果是流光金的車色 更能夠顯出它的進化 20S SELECT PLUS以上的車型 也就是 只要不是最入門的車型的話呢 它的車群這裡呢 都是呢 車身銅色的防光飾板 比起過去流黑 顯得好看 非常非常的多 最大改變就是 10.25寸的中央資訊的顯示螢幕 不過呢 它依舊呢 是保有過去非常簡化的設計喔 旁邊呢 則是有五大格 但大致關係的是呢 有沒有觸控功能呢 答案是沒有 跟台灣呢 目前販售CX60一樣呢 它一樣是沒有觸控功能 一樣是呢 透過中間這個 圓形的轉盤 來進行控制 而這個轉盤本身呢 其實也不難用 它跟編帶的iDrive 有異曲同工之妙 奉劍啊 音樂啊 導航等等 而且呢 它是有原廠的導航功能的 而且它很特別的是呢 原廠導航裡面的動畫 旁邊呢 只要是出現了海 或是溪流的話呢 它都有這個類似水流的動畫 非常的特別 當然這台車它也有360度的 環境輔助影像 很特別喔 它呢 影像除了很清晰之外呢 但是它沒有觸控功能 對不對 它無法從這邊按啊 所以很特別的是 它當你要變換靜位的時候呢 你要透過 駕駛座旁邊這個view鍵 好 這樣子來切換 好 也就是呢 以前呢 你都印象中呢 都是從這個螢幕裡面 直接去觸控控制嘛 但是呢 Mazda因為它螢幕 並沒有觸控功能 所以呢 按view鍵 它也能夠切換多角度的 360度的環境 以及呢 環車攝影鏡頭 而且在這頂級車型呢 它也有10支的BOSS的環繞音響 還有呢 方向盤 它的快撥片 也是有的 手機的無線充電 好然後呢 它的Android Auto Apple CarPlay 其中 Apple CarPlay呢 它是無線的裝置 它也有前面全彩的抬頭顯示器 而且呢 這個也支援了手機的導航投影的功能 前面這個儀表板本身呢 看起來呢 是三環式 事實上它中間這裡呢 是7吋的數位的儀表板 而且呢 它的切換模式其實很簡單 Sport模式啦 或者是Normal模式呢 或者是Offroad模式 它只會在中間那個圓環呢 有所變化 同樣呢 沒有像O系車那樣的炫酷 但是呢 它的辨識性也蠻好 而且質感也都不錯 上方這裡呢 這台車是最頂規的 25T AWD GT Prime 所以呢 它有標配這個天窗 不過這個天窗本身呢 它並不是全景式的 而是一個 蠻傳統的一個電動天窗 這台25T AWD GT Prime的車型呢 它的座椅呢 採用的是NAPA的真皮包覆 而且呢 跟這個CS60一樣呢 是有這種稍微褐色的 而且呢 這台車 只要是20S Select Plus 車型以上呢 都標配了 雙前座的通風座椅 通風座椅的按鍵也很簡單 透過中間這個空調的地方 這個地方直接可以開啟通風模式 它不是加熱喔 所以這個通風座椅 在台灣其實非常非常的實用 而且呢 它的駕駛座呢 也有十項的電動調整 而且還有電動的腰靠的功能 副駕駛座呢 則是呢 六項電動調整 而駕駛座這邊呢 則是有兩組的電動機 整體來講呢 包含這個BOSS的音響 還有側邊這個褐色的皮革 卡蹦的飾板 以及上方皮質包補 不過這台特別跟大家分享的是呢 6-5我覺得 它隔音部分的確有所加強 比如說 它的門板這邊呢 有這樣子一個隔音的飾條 非常的厚 而且呢 它連前座雙座 都是雙層的隔音焦合玻璃 這台車143萬 但是這個雙層隔音焦合玻璃呢 我覺得有些像是日系的 像Lessus等級 有時候都還沒有 但Mazda有 它的門 也可以開到接近幾乎90度的垂直直角 讓你非常好上下車 它的後面有點像是劇院式的座椅 而且呢 它的椅墊本身非常的厚 不過呢 它的泡棉是稍微有點堅韌的感覺 它上方呢 並不是全景式的天窗 所以呢 我的後面的頭頂空間 剩下一個拳頭 又兩個指頭左右 算是中規中矩的 西部空間 則是一個拳頭 又三個指頭 我覺得呢 不管是CS60還是CS5呢 它的後座的置腳空間 都不是它的強項 而且這台車 它是頂規的四輪驅動車型 所以呢 它的中間的隆起呢 稍微是比較高一點 整個來講中規中矩 它有後座的冷氣出風口 只要不是最入門車型喔 它都有handsfree的感應式的電動尾門 它的標準的置物容積呢 是615公升 如果說呢 把後面的椅子放倒之後呢 可以擴充到了1620公升 而且它下方這裡 也有非常深的地窖式的置物箱 好 後面這裡呢 也有這個後座 一鍵導瓶 而且它一鍵導瓶滿厲害的 它是424分離 所以它是分為三個拉把 非常非常的方便 因為有時候呢 你只想放中間這個地方呢 可以讓你放一個比較大 像是衝浪板 兩邊還可以坐人 所以呢 424分離我個人覺得 比64分離來的更加貼心 而且它後面這個行李的阻擋板呢 後面還有一點網狀的設計 這個跟一般的日系車 只是單純一塊呢 這個杖板的設計呢 就有點不同 果然是這個 所謂人家講的 這個 林白一泰 就是呢 人馬合一 我覺得 馬自打它的設計 還是 蠻讓人家有巧思的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地生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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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